台北需要一个再次的改变 我要请大家想一想 过去24年来 国民党在台北这长期执政16年 国民党政绩好不好 相信我们台北市民心灵有数 这也是为什么2014年 大家选择终结国民党的长期执政 真实克文哲做市长 因为台北的发展不能停止 首都不能一成不变 但是八年过去了 八年后的现在 大家对台北市一定有更高的期待 各位亲爱的台北市 我们又有再一次重新选择的机会 我要请大家想一想 我们要让台北同为国民党执政吗 民进党的执政县市 无论软硬体的建设 人民的道路都不断的进步 许多市政表现都得到五星级的评价 台北也需要这样的进步 台北的发展不能回到过去 更不要回到只靠基本盘 不靠努力做事 就可以执政的城市 这对城市的进步和发展是不利的 大家说对不对 有意料还有进步 请大家给民进党一个机会 这一次换民进党做做看 城市中会全心全意 为台北奉献毕生公立的市长 他一定会对这一座城市 带来更好的改变 选举进入最后一周 我知道很多朋友很焦虑 很紧张 我要告诉大家 化解交流的最好的办法 就是赶快去拉票 化解紧张最好的方法 就是赶快去吹票 好不好 我们今天现场总共园 不论是当面说 打电话还是传闹 我们每一个人 每天都要去睡在身边 还是有决定的 还在犹豫的亲友 把我们支持 城市中的理由告诉他 让他再告诉 很多人 大家说好不好 为了台北 为了台湾 我们一起再提一下 一起再加一把劲 把城市中的支持 通通飞出来 票票投出来 最后的生意 一定是我们的 台北一定会更好 台湾也一定会更好 大家说好不好 我也要告诉今天现场 户籍不在台北 但是在这里读书 工作哪里要不用 请你放心 城市中一定会帮你 把台北变得更好 这里由我们来自 也请你一定要回家 让投票 一起为家乡 回台湾 平身而出 好不好 请台北的力量分散 请台湾的力量更穿揭 请大家继续拉票 开到 付票 11月26号 让我们一起 平身而出 一起迎接 最后的战力 好不好 谢谢大家 谢谢 城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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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